在中國有這樣一種特殊的職業 被稱為反美鬥士 他們不求回報 通過煽動民眾對美國的反感情緒 來鞏固中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深受中國政府的喜愛 他們各個才高八斗 精通十八般武藝 能熟練掌握八國方言 他們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左右逢源 即便在站錯隊的情況下 也能夠做到劫後餘生而不倒 今天就來跟大家講述 反美鬥士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名叫司馬南的人 是如何從平平如棋走上巔峰 最後又因為一點屁大的小事翻車 導致人設崩塌 身敗名裂的傳奇人生經歷 說司馬南有十八般武藝 並非徒有其名 他能夠徒手開鑽 單指戳停電風扇 頭頂碎大石 甚至還一度傳出 他以胯下三寸之物 懸吊起兩名成年男性的鐵當弓的照片 在網絡上瘋傳 苦練武功並非他的喜好 而是由於司馬南 憑藉自身的道德與正義感 專門苦練學會了這些技能 用作揭穿打假氣功大師 不過司馬南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時常因為得罪了氣功大師而被人報復毆打 為了堅持打假氣功這件事 甚至還被妻子掃地出門 每當被問起為什麼要吃力不討好的去打假的時候 他是這麼回答的 通過打假氣功 司馬南積累了不少名氣 最終功夫不負苦心人 他成為了一名節目主持人 不過在達到了他成名的訴求之後 他的道德正義和良心似乎就再也沒有工作過了 最能證明這一點呢 就是當年的以利神事件 司馬南主持的一檔節目上 曾經給一款名叫以利神的保健品 做過這樣一個軟廣告 據說這款神藥是通過螞蟻的力量 配合中國傳統中藥 毛牛鞭、海狗腎、鹿鞭、人參等上等中藥材的威力 達到強壯男性功能的保健品 這款產品甚至還一度熱銷美國 在2004年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發現 這款神藥和上述神奇的海狗鞭、毛牛鞭 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裡面也沒有什麼螞蟻 而純粹是澱粉加上了醋方藥濃度的西多芬 其成分與違格相同 被當作保健品食用後 會對心臟和身體健康有一定的副作用 於是被FDI緊急叫停 其實以利神就是一款未被藥監局通過的違法侵權藥物 更過分的是 其背後還牽扯到了非法集資120萬普通農民 以養殖蠻蟻為藉口收取農民的保證金金額高達200億人民幣的龐氏騙局 東霜事發之後大量受騙的養殖戶開始上訪維權 不出意外的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力維穩 並被刪除一切相關的報導和網絡上的消息 和今天河南處戶的事件如出一轍 而那些受騙的養殖戶正是因為看到了電視臺和政府背後的力量為其背書 才相信導致上當受騙 司馬南在他當年節目上的宣傳間接起到了幫兇的作用 自稱不說出真話揭露謊言就會遭受良心譴責的司馬南 理應站出來說真話打假 可事實非但沒有司馬南還服從黨的維穩 從此不再公開提起以利神事件 成為後的司馬南還時常參加各類電視演出 展示他所掌握的八國方言 您不願意和我這個日本人交朋友 用我們的日本話說 算了我一起幫迪斯尼 你們兩個年輕人相信剛剛過來對不對 漢教神是漢的人 漢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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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裝著弄命狗 你到底是哪兒的人啊 我個人認為 極怪不重要 重要的是誰給錢 只要你給錢 你叫我說哪兒的話 我就說哪兒把話 不知道是否是諷刺 這段話將貫穿司馬南的整條人生軌跡 司馬南開始胡言亂語 朝鮮人民在這兒呢歡呼金正恩 歡呼誓死保衛金正恩 金正恩帶領我們前進 我覺得是展現了一種團結一心的力量 我希望不但朝鮮人民熱愛金正恩 各國的人民都要熱愛他們的領袖 而不要像有的國家一樣 總統呢嫖妓啦 總統跟女公務員有什麼事啦 人民只拿他做效仿 我覺得那樣是不好的 諷刺的是努力的拍金家的馬屁 卻依然無法在朝鮮獲得金大元帥的信任 被朝鮮的當局要求刪除他拍的照片 被一旁的外國記者發現 2012年1月20日司馬南發微博稱 說美國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 他剝削世界各國類似一個巨大的腫瘤 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應該質疑美國 發完這的微博後他就歡心喜地的 登上了飛往美國華盛頓的飛機 準備和生活在那裏的親人歡度春節 誰想剛鎖了完美國就遭到了限時報 在美國機場的電梯上被夾到了頭 由於意外的現場不太好描述 就有熱心的網友製作了一個樂高版的事故示意圖 更有一些有才的網友用漫畫的形式 還原了當時整個意外的過程 司馬南剛下飛機坐上美國機場的扶手電梯 突然發現一位身材曼妙 穿著略顯豐滿的女性 出現在電梯下方 於是他本能地將頭伸出電梯外 從上方仔細地觀察 該女性的身體特徵 準備回去後 批判一下資本主義的腐朽 眼看到了電梯的夾角處 司馬南剛想把頭抽回來 誰知被旁邊一個人肩扛的行李 壓住了腦袋動彈不得 因此被夾傷了頭 恰巧這整個過程 被路過的一位中國網友拍攝了下來 傳回了國內的網絡上 引起了軒然大波 司馬南在國內不但沒有受到關心 反而遭到了大量的嘲諷 甚至連深圳衛視正午30分的新聞節目 也專門大篇幅地以嘲諷的口吻報道此事 真可謂在中國的歷史上聞所未聞 反偉科學人士的腦袋居然也被扶梯給夾了 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他畢竟是成年人了呀 難道這帶城市都不懂嗎 這位腦袋被夾的人叫司馬南 司馬南的腦袋在美國被夾了 有人說這是兔年年末最逗趣的一條新聞 這位最痛恨美國口口聲聲說要打倒美帝 假洋鬼子們的鬥士 怎麼放著中國新年不過跑到美帝那去了呢 還被美帝的電梯給暗算了 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做腦袋被門夾了 罵美國是政治利益的需要 到美國過節是生活利益的需要 司馬南這才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 著名的央視主持人崔永元也在微博上 給司馬南送上了一個外號 把司馬南的知名度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結果在美國那機場把腦袋給夾了 得了個綽號叫司馬家頭 伴隨著司馬南知名度的提高 也總有一些小事 但是時常讓司馬南感到痛苦 就是他長期的遭到網友的一些質疑 你既然那麼反對美國 那為什麼卻總要去美國 而且全家都定居在美國生活 姑且就按他們的說法 司馬南反對美國 反對美國就不能去美國 反對美國才要去美國 你越是要反對美國 越是要了解美國 更何況我什麼時候反對美國 一我確實反美 所以造謠司馬南妻女在國外 那我只能說 面對這樣的輿論 就提醒我們 對微博這種東西 要小心 那就算是我們的家人在美國 又怎麼樣呢 我們只有一個孩子在美國 學習 在這裡先簡單的說一下 當年中國的網絡環境 與今天是完全不同 批判政府的公知和自由派 佔據了中國網絡的主導地位 司馬南這一類的反美鬥士 在當年 有如過街老鼠一樣 在網絡上被人人喊打 有一次司馬南在某大學參加演講 試圖忽悠當時的大學生 結果遭到學生丟邪 遺憾的時候 你確實侵犯我的自由 為什麼 我們兩個話語權是不平等的 你提出了四條觀點 我沒有任何一條可以反駁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 你在那裡說得很好 你回去住賓館了 我反駁你 我可能進小黑屋了 第二個 在學生被校方帶走之後啊 司馬南發表了他的高論 總結了學生丟邪的自由行為 有的老百姓他自我理解為 自個兒由著性子來 講怎麼著就怎麼著 管著大爺嗎 這不叫自我 不可以被害公共的秩序 不可以扔了鞋子 和張維維一樣 他混淆概念 把批判政府 卻不用擔心被迫害的自由 混淆成為所欲為 殺人放火的法外自由 我就免費給司馬南 舉個簡單的例子吧 廣義上的自由啊 是指司馬南可以正常的拍照 而不會被朝鮮當局 要求刪除照片的自由 無論在司馬南批判了什麼 說了什麼之後 不會遭到被封鎖社交帳號的自由 你被全網禁言的社交帳號 有渠道進行申訴嗎 支持習近平的政敵戰錯隊 在2012年以前啊 司馬南一直以支持薄熙來而被人熟知 2012年4月份薄熙來 剛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之時 司馬南稱薄熙來的重慶模式 無論是從信仰結構經濟發展 還是社會治理各方面建設 都領先了其他同志 司馬南口中所指的其他同志 就是暗指中國當時的另一位接班人習近平 在中紀委宣布薄熙來案 已經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後 此時的司馬南依然不依不撓的 在微博上力挺薄熙來 認為說生活作風腐化問題 並不能成為其落馬的原因 不過很快啊 當中紀委宣布薄熙來的案件 已經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時候 司馬南立刻嗅到了風向態度 發生180度的轉變 大發言論罵薄熙來是貪賬妄法分子 於之前高度讚揚薄熙來的態度 判若兩人 又引來網民的一片阿諭和嘲諷 在同年的11月 司馬南開始發文向習近平示好 肉麻的稱習近平在就任典禮上的發言 從容堅定平和 完全看不到有作秀的痕跡 最終在習近平收拾薄熙來黨羽的時候 逃過了一劫 再說個題外話 在十八大習兵修憲之後 司馬南又赴美在美國之音 為習近平的修憲的行為辯駁 但是那又怎麼樣呢 美國是一瓶可樂 另一瓶也是可樂 全美國人民最後選出來還是可樂 司馬南他的價值觀和中共高度重合 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在一次電視節目中 假模假樣客氣的走到一位嘉賓的身旁 一把搶走了 正要反駁他言論的嘉賓的話筒 導致嘉賓生氣離場 司馬南卻又假模假樣的 說他幹嘛要那麼衝動 另外一名嘉賓剛要為其辯護 也被他閉嘴 這種流氓的刑事風格 果然和中共一貫的作風高度一致 不過老天有眼 司馬南還是沒有逃過社會主義的鐵拳 在最近遭到了中國全網的禁言 美國有房子嗎 我在美國是我老婆 他們家的親戚住在美國 美國的房子便宜能升值 我和我們家和我老婆他們家的朋友 一塊在那買了一個小房子 所以造謠司馬南妻女在國外 面對這樣的輿論呢 就提醒我們 對微博這種東西要小心 他們說你怎麼會有25萬美元 我他媽今天快70了 我知道吧年紀 我知道25萬美元還掙不著 就是我100萬美元 這個人民幣多嘛 25萬美元 好歹也是近200萬人民幣啊 這句話放著一般人說 或許挺正常 可從司馬南的口中出來 就讓我一下子聯講到 他之前的一次 演講時的言論 一個民族富人 姿勢汪洋而窮人卑賤的 只有沉重叹息的時候 這個社會 大家說有前途嗎 這25萬美元還掙不著 那就是我100萬美元 這個人民幣多嘛 所以我來念馬路西 所以我要共同富裕 然後我就把這句快70了 25萬美元我還賺不到 做了一個小調查 諮詢了身邊好幾個朋友的父母 都說自己的退休工資 只有三四千元人民幣 25萬美元將近200萬人民幣 不吃不喝存個50年 也還是買不起 富人姿勢汪洋而窮人卑賤的 六七十歲了還能買不起 美國25萬美元的房子 這種話完美詮釋了司馬南口中的 富人姿勢汪洋 這個社會大家說有前途嗎 司馬南的朋友圈 司馬南的朋友圈裡面 孔慶東、冉香、陳平 他們大多數都在誇讚了中國的制度後 獲得了名利 但是他們卻用實際行動 相信西方的制度 在美國購置房產或者移民民主國家去生活 著名的梅山藉客陳平 曾經就發表過高論 說在美國三千美元 還沒有在中國兩千人民幣過得好 而自己卻在美國德州購入了大別墅 全家在美國生活 大家更為熟知的冉香曾經說 中國人有車有房 那這就是幸福 要什麼法治 愛國就是不給國家添亂 愛國就是不給國家添亂 就像愛你的媽媽一樣 如此愛國卻嫁給了澳洲公民 在澳洲生活 當自己的老公履行中國被無故逮捕後 完全沒有正常的法律程序 律師都不能見的時候 轉過頭來哭訴向澳洲大使館求助 求民主來救丈夫 還有中國最著名的主持人董青 在開學第一課中教中國的孩子如何愛國 而自己卻遠赴美國殘子 那麼此類人是用實際行動完美的詮釋了 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 更是完完全全放棄了 作為一名公眾人物的道德底線 我們引用粉紅的一句名言 批評中國政府的那些中國人是贖典忘祖 而司馬南本名原利 為了獲得更好的名氣 他甚至不惜異性更名 更是有被祖忘宗的嫌疑 只要你給錢 你叫我收哪兒的話 我就收哪兒把話 另外在《戰狼粉紅》的觀念裏 戰凡中國有負面的東西 那都是被資本這個邪惡的東西給帶壞了 司馬南朋友圈中的愛國大V們 多數是被近些年來在中國崛起的一類愛國媒體 比如像《四月網》 《觀察者網》等民間的網站所捧紅 而上述的網站投資人都是一個來自美國 名叫李世默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的這樣一個人 1999年李世默在美國成立了一個名叫成為資本的投資公司 在美國集資6000萬美元 這公司的出資人大多都是美國的金融家資本家 可以說是一個百分之百純粹的來自美國的資本 那麼在2008年李世默出資1000萬人民幣支持創辦了一個名叫 Anti-CNN的網站 專門來攻擊西方媒體對華不時報道 隨後這個網站被改名為《四月網》 正是司馬南和他的朋友圈們早期活動的網站 在2012年李世默又出資創辦了《觀察者網》 在油管上知名的觀視頻就是觀察者網旗下的公司 在觀視頻中經常活躍的陳平金燦榮 都是在觀察網的經營下逐漸擴大了影響成為了今天的大V 可以說此類民間所謂的愛國網站正是來自於這些愛國大V口中所聲討的資本的力量 而且還是來自美國的資本 如果我們來引用他們的這套話術來形容一下他們自己用資本的力量 專業的從事在中國境內的愛國生意 而背後實質的目的是在拖慢中國民主擴大的進程 拖慢中國融入世界發展前進的步伐 他們認為專制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更比民主有優勢 那其實我們大可不必費力啊 將中國還去停留在大清的制度不就好了 秦始皇埃及法老哪個不比今天的共產黨更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 他們的理論表面上看起來反制 其實不過是一種通過討好強權再通過強權的力量撐腰獲取行業競爭力的一種卑鄙的不公平競爭手段而已 那麼這樣的愛國生意當然是最好幹也是最受資本追逐的投資選擇 他們以今天的中國發展快來作為理由為這個制度唱散歌 其實如果沒有他們的拖累中國可以發展的更快